摺 摺 翹上去 翹上去 前面裝飾性的筆刀拉動一下再過來 有點斜 然後這裡沒有斷掉 在照片上這裡 中間的脈絡非常清楚 不要把它斷掉 這裡倒是有個跳上去的動作 在照片上這個確實是有 上去又是為了撇這個 加一點粗細 這有點逆勢 然後日 它很日啊 每次都覺得鬆鬆的 方印有點糊塗 不要從頭印到尾 看起來就不好看 最後把它搭著 它那種縫隙都是要搭著搭著 沒有黏死 在照片上還是都沒有黏死 移 起筆 帶過來 通常這一筆它都喜歡逆上去 所以這邊會比較頓 然後上來以後夾腳還是小 再點在這個點 這裡是集中的 然後右邊的撇得很長 然後中間距離很寬 這裡拉得很長 然後點有壓下來的動作 所以它稍微往下伸長 再收筆 好移 起 起左邊 稍微伸長一點 然後它滑下來以後才拉動 來稍微一點弧度 然後右邊的比較長 它寫得蠻挺近的 到後面稍微一點弧度 微微的勾 然後橫畫 左邊搭著 右邊滑動 然後這裡是要表現的筆畫 所以這個筆畫比你想像中來得 右邊來得長 然後後面還是要拉肩一點 主持人喜歡寫出這種華麗的感覺 頑轉而華麗 點 拉動 起 五 第一個撇 原始上就是照片就是這樣滑動下來而已 並沒有任何起筆 然後這裡才是往上翹 它基本的短橫都會有點往上翹 這樣字才有姿態 然後細收 然後這裡又是要它表現 表現的時候通常會拉得很長 中間有時候會 中間有時候會多了這一段的動作 感覺好像先寫一個橫畫再走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 注意一下間隔 然後有時候會沒碰到 有時候沒碰到有時候碰到 不一定 那點的話 它點都蠻可愛的 都很小 超出我們的想像 一般點比較少點這麼小 但是小規小 但是希望它點的有點略帶飽滿的米粒狀 五 形 形看起來就正常了 不過第一盒還是稍微往上翹 往上翹 以後這樣跟下面這一筆 逆上去 往下浮 就不太一樣 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效果就不一樣 然後這次形沒有刻錯 所以分做兩次 這次的形沒有刻錯 那就一次 好 那這次的撇感覺比較正常一點 上次要寫出釘子狀 但是長短還有這個動作 扭轉中 這種動作一定要寫出來 行 也也要先靠 左邊一下 因為右邊 這個頂上去 讓它 這裡感覺頂上去的 然後這裡稍微滑動一下 再下來 然後這邊 竖彎勾 這次拉的倒是蠻長的 然後到這邊就順勢 順這個筆施 讓它就上去 這個勾是順勢勾上去 有時候它會坐著 然後再勾上去 但這個有點順勢這樣滑上去 顧 左邊寫的安定 這橫畫 跟這個直畫上面伸長 稍微撇過來 其實目的是為了要寫這個筆畫 然後 然後 它的口 有時候會沒有封好 沒有封好 就是它會留縫隙 留縫隙 每一個書寫家 對口的解釋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通常會有個帶動的動作 從這邊過來 然後撇呢 撇不能太長 因為碰到別人 那呢 那是裡面唯一可以變粗的地方 所以不要寫太瘦 還是要有點飽滿的結束 顧 從這邊 從這邊 到這邊 轉身 到這邊 等下 轉身 進去 快點